歡迎收看波羅說看懂仔記得訂閱喔 今天要來聊呢 我們打疫苗的一個過程 我覺得有點嚴肅 真的有點事情大條 因為時間點也太接近了 所以非常的敏感 事情是這樣的 9月初吧 我們已經可以施打到疫苗了 當初預約登記的時候 我是AZ跟莫德納奧都打勾 覺得我只要有打就好了 我也沒有想太多 那我們本來是沒有要拍說 關於打疫苗的這件事情 沒有特別記錄什麼 對對對 因為他就只是打一針就沒了 好 那我們就預約了 我的預約時間是9月7號 7號的前一天我就問董仔說 我們要不要錄一個心安的 然後我就好用手機拍 打疫苗要打完 然後我打疫苗很快 然後就 出來就沒感覺 打完的 當下出來大概兩三個小時 我覺得 喔 沒事啊 想說睡一下好了 睡一下起來了 喔 開始了 那個全身啊 痠痛到一個不行 喔 那個頭這邊 眼睛這邊 鼻子呼吸 都熱熱的 夯夯的 就覺得好像發燒發燒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就拿起來量一下 欸 36.7度 我就想說出來灌一口水 讓那個疫苗代謝快一點 趕快過去 好 然後到我第二天呢 起來 哇 不得了 全身無力 四碎 全身痠痛 耳朵後面這裡有一條筋 就有一個抽痛感 它開始就是會跟著你的心跳的頻率 咚咚 它就會跟著那個頻率開始抽痛 耳朵好像有人在打鼓一樣 就 然後我就覺得 奇怪 怎麼會這樣 很不舒服 全身沒有力 像形絲走肉 像活絲一樣 第二天 因為第二天看他打嘛 他看我這樣子 他自己也有點貪心 他就帶著一個不安的情緒呢 你去買了書跑 還有 書跑跟FIN 放在我的床頭旁邊 還有水 然後他自己的床頭旁邊也放了一組 然後他就去打疫苗 我是9月8號打的 我是下午2點半打的 人家就說 基本上AZ戰士的話 應該是先過了8小時 接著第12個小時會發燒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準確 反正我就從下午2點 咕咕咕過到凌晨12點 我就還去洗了個澡 你知道你身體 準備要發燒之前那個夯夯的感覺 就是微熱微熱然後頭會這樣這樣 不是痛喔 但就是會感受到那個心臟聲音很大聲 這樣子心跳聲音很大聲 把退熱貼 FIN 耳溫腔 水都放好了 放在我的床頭庫的旁邊 但是我一過12個小時之後 我是凌晨5點半 也就是說過了第14個小時 我就發燒 但我沒有很高燒 我是大概38.2左右 38.2很高啦 是37.2還是38 38 那很高了 然後我就一看到 我就想說好 我一發燒我就吃那個退燒藥 睡著前你很難入眠 我的睡覺前面就會有個 反反覆覆很難入眠到 睡著到爆汗再醒來 再汗再醒來 然後再一輪 我就好了 他在那一輪的過程中 我們兩個 已經不知道誰要照顧誰 對我們不知道誰要照顧誰 然後我們還一起手無力到 我們連寶特瓶都倒不開 對各位 真的 對不起我 兩個人完全美麗 好 我們就打開那一瓶FIN以後呢 各位觀眾應該可以看到 我臉上已經有一些問題產生了 那一天的早上呢 我的臉已經出現了症狀了 我們兩個都沒有發現 我自己也不知道 眼睛沒有特別的感覺啦 當天的晚上 我就跟洞仔講話 妳就說 等一下我錄一下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看我怕不準 我用錄的比較準 我說妳有沒有發現 妳有一隻眼睛眨的比較快 另外一隻眨的比較慢 啊我只注意到眨的快的那一邊 他跟我講的時候 嗯有嗎 妳錄給我看以後我看 喔 哇靠 這就是顏面神經失調 當下我才五雷烘頂 我中標了 從那一天開始到現在 我知道我的右半邊的臉 現在是沒有癱啊 右邊就是很緩慢 幾乎有一點閉不起來這樣子 然後我只要一笑 我的臉全部都往左邊寄了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嗯 然後我就打自己巴掌 他還叫我打他 有感覺 會痛 當下呢我的心情呢 旁邊的人很重要 如果今天旁邊的人 覺得妳很嚴重啊 啊妳怎麼辦 怎樣怎樣 好像天要倒下來的話 哇那心情 那妳是不是要稱讚一下我 我必須要稱讚一下董仔 董仔給我心態上有一個很大的安全感 我當下只是覺得 哇靠 中獎勒 這一定要看醫生 然後因為那天發現已經很晚 我們就直接立馬決定隔天要去看最早的 我覺得我當下心情 並沒有覺得這件事情 會為我未來的人生帶來多大的影響 然後董仔也沒有用那種很悲觀的態度 擔心我 對其實我在當下 我一樣第一直覺是 有問題了 但是因為此時此刻解決不了 我沒有必要在那邊就是 啊怎麼辦怎麼辦 我們就是 面對面然後大笑還互相取笑這樣子 然後吃東西吃一吃我就說 啊你會不會流出來 然後他還束手睡給我看說 什麼水從這邊噴出來這樣子 那個嘴巴是封不住的 水就從那邊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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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出來 啊可是我看你這樣覺得好可怕喔 可是我自己覺得很好笑 雖然說笑著笑著但還是會討論說 欸那所以今天要吃了沒 我剛剛已經去看完醫生 然後醫生開了三天的那個類固醇給我 吃完以後看有沒有改善 怕我是病毒感染有可能是那種帶狀性泡疹 啊我跟醫生說我這邊已經有長一個泡疹了 那因為如果耳朵附近的水泡 跟嘴巴的帶狀性泡疹他們是親戚關係 都是病毒 啊如果有發現耳朵什麼附近有長水泡的話 就要趕快再回去給他看 這個顏面神經的狀況有很多種 有可能是病毒 有可能是你剛好壓力大 過勞 睡眠不正常 那他懷疑我可能是病毒入侵 開了三天的類固醇給我 我也吃完了 那我發現呢 並沒有比較好 沒有不對不應該這樣講 海莉的眨眼是來我示範給你看 是等於是這樣單眼在眨的 但他現在稍微左右有可以稍微同時 只是你笑的時候還是偏一邊 好一點但沒有完全好嘛 好一點 你的意思是說我們要再去看對不對 對 未來的安排可能會有中西合併一下 今天呢我又發現了另外一件事 可是就是我打完疫苗以後 不是有跟你說我好像吃不到味道 原來我不是吃不到味道 是我舌頭有一半是麻掉了 現在的狀態就是 這邊麻 眼睛眼皮啊 還有肌肉會不自覺的 他自己一直跳 然後還有嘴唇 上嘴唇這邊 不自覺的好像那種亂放電 然後一直跳 一直跳 跳的我有時候覺得很煩 現在顏面神經濕田 好像變成年齡層越來越低 這件事情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因為有的人是他是睡一下 起床然後就變這樣 大家有發現自己有這樣的狀況 第一先不要緊張 我覺得心情上的調整 免得你一緊張又怎樣 壓迫壓力更大 所以我覺得就是放寬心 先去看醫生 然後看完醫生之後 自己調適一下心情 那需要比如說像醫生說 你要用這邊搖啊 那你就都用這邊搖 要復健這樣子 對 然後之後就慢慢的觀察 那海莉這件事情 他等於還沒有完全的復原 所以我們等於也要繼續觀察週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透過影片的方式 可以知道 現在好一點了 沒有好 或者是維持多久 但我們也不可能不拍片 大家一定會覺得我臉怪怪的 那我不如就自己 把這件事情說出來 告訴大家 我已經有這個狀況了 我也不想要讓大家有疑慮 或者去猜測 就不用猜 不用猜 我就是對了 那如果你們也有不錯的 譬如說中醫師啊 或者是覺得 欸哪邊 好像不錯 也可以推薦 推薦推薦 對 我因為這個顏面神經事件 我上網查 有因為打疫苗的 而發生這個顏面神經有問題的人 有八個人 在台灣有八個 如果確定是AZ造成的話 我可能就是那第九個 全世界呢 好像有幾億人打過AZ的 那有八九百人有這樣的問題 那這樣算不低 我又發現有人打AZ之後 會出現一個 隔什麼的症候群 它那個症候群好像會癱瘓你的中蘇神經吧 就是你會不能走路 你需要復健 這麼嚴重啊 它的症狀好像是這樣 總而言之 我們今天就是跟大家宣布這件事情 之後如果有看到有一些影片 我的臉部表情 怪怪的 不協調 欸各位觀眾請看這部影片 對 但你們不適合人身攻擊 人身攻擊 交由我的攻擊 好不好 這件事情很重要 不要嘲笑我的臉 也就是 你們也不可以去嘲笑別人 那因為像你都會 譬如說上網去查說 這個症狀有什麼 這個症狀有什麼 但是請大家記得 不要用Google看醫生 海莉是看完醫生了 才回來查一些有沒有相關文章 不要自己什麼 哪邊生病 怎樣怎樣怎樣 就去Google看醫生 不要 Man 好啦 那我們就繼續 希望海莉可以戰勝這個病毒 然後如果有相同狀況的朋友們 也不要慶耶 我們繼續戰勝它 然後保持心情愉悅 壓力不要太大 壓力不要太大 太熱的那個 腦內的麻菲 對 就未來如果有什麼問題 或者你們有什麼 想要介紹給我的一些好的醫院 有什麼 自己也有這樣子發生過 顏面神經失調的人 你也可以分享你當時是怎麼樣度過 或你做了什麼事這樣子 好啦 那影片就到這囉 希望大家一樣 按讚訂閱加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囉 拜拜 我現在眨眼睛是正常這樣 認真眨的話就會變這樣 然後我既然大笑了的話 我就會變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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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